哈喽我是薛林六 老师没教室 今天跟各位同学们分享什么主题呢 就是在之前影片 下面呢有同学留言 我觉得这个留言非常值得 在另外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谈 问题就是 如果将商品图放在大型看板 会使用到PS跟AI 要如何确保商品图放大后不会失真呢 那关于这个留言呢 我有以下的经验分享哦 那如果你想要看分享影片的话 就马上看下去吧 看之前呢 且先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追踪我的IG哦 那关于PS跟AI的运用呢 首先我会在PS里面进行图片的调整 然后呢 再将这张图片置入到AI里面进行设计 进行网稿以及印刷的 都是使用AI叫软体哦 那关于点证图解析度的部分呢 我要使用这张图之前 我会跟客户拿到比较高解析的档案 那如果客户是跟你说 你可以去我们Facebook的脸书去下载的话 请你们一定要跟客户讲 这些档案都是因为经过压缩 它的解析度比较低 所以还是希望客户能提供比较高解析的档案 会比较好哦 客户提供给你的档案 你要如何简单去看一下解析度够不够高呢 当你把这张图在PS里面打开的时候 不要只有看下面解析度的部分 请一定要看上面这边像素的部分 因为我们都知道点证图它是由像素构成的 提供给你的图片像素三四五千以上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没问题了哦 可是如果说你打开的档案 它上面像素部分可能只有几百或一千 解析度72dpi 你把解析度改成300dpi 上面像素也跟着变动 可是事实上它这个只是强制放大 它的解析度还是一样偏低哦 最后呢那回到问题本身 同学很担心这张图拿去印刷 放大以后解析度会失真 可能会变模糊啊等等问题 那关于这一点呢分享我的想法 只要是点证图 不管它的解析度再高 你只要透过放大拿去印刷 印成几百公分这么大张的输出品的时候 它势必就是会比较模糊 会有稍微马赛克 甚至会有一些毛边的问题 它不可能到很锐利 然后呢通常如果印刷成这么大张的输出品 它可能放在某栋建筑物的外面 或者呢是某个展馆里面的墙壁上 通常呢我们在看成品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站在非常远地方观赏嘛 不可能就这么近距离看 通常这么近距离看的呢 都是比较小的印刷品 可能像是明片啊或是明信片等等 你才会这么近的去看 但是如果是印刷到非常大 基本上我们是站在几公尺外去看跟欣赏 只要你站在远处看 视觉上看起来大家都还是清楚的状态 真的不用担心点证图你觉得会模糊的问题 印出来你觉得它的解析度啊锐利度 好像没有像向亮一样这么清楚 真的不用担心这一点 你们只要确保后置你们要进行排版设计啊 上面的文案等等 它印刷后一定是要清楚的 这一点比较重要哦 那以上呢就是我的经验分享了哦 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可以多留言跟我互动 只要我觉得这个留言 还蛮适合在透过新的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的话 我一样也会进行拍摄哦 那这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没有也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哦拜拜 拜拜